八头称中国的事情 你他妈的以前还是体制内的那个狗官 现在三天了头靠他妈的靠说中国的事情啊 赚点几率啊 都成加拿大人了 你他妈的逼逼逼 更何况你他妈的是曾经是体制内的一名狗官 而且还不是法律专业的 还没凑表 这个加拿大人还没 你真不要脸啊 这这种视频完全是误导视听啊 他那个还他那个 呃 柴林在六四之后 或者他在六四之中啊 他表现的完全就不像一个领袖 一个领导 再呃话说回来 他们这些人啊 其实包括吴尔开西啊 王呆柴林 胡德界 没有一个说的是真正的 当时 靠同学那个什么 呃 学学局学出来那个领导 其实他们都不是啊 那是临时的 也最多是 那时候的表现可能比较 比较好一点 或者说呢 耍蒙大一点 然后这些人呢 莫名其名 就成了明星了 成了所谓的领袖了 其实那个领袖上面都应该打引号了 他们呢 这些领袖呢 有的人 包括彩林 那六四之后就叛变了嘛 就说白了就直接直接投降了嘛 但是你不能因为他们某些败类 而去否定当时的六四爱国学用 对啊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啊 对不对 你说啊 呃 有些 所谓临时出来的那些人啊 所谓代表啊 那他们能代表整个当时的六四学用吗 这么多死去的爱国学生 对不对啊 显然是不能被代表 对不对 他也 说白了 有些所谓的领袖 所谓的代表 其实根本不具备什么任何领袖的品质和道德 好像前几年吧 啥事了 具体时间忘记了 他那个就马上就表现的就是要原谅什么六四屠杀了 这就是傻逼嘛 对不对 你经不起那个时间的考验嘛 你时间一久 你就知道这逼这赖人有啥 这个当什么领袖啊 对不对 根本就不是嘛